今天要帮我游戏 因为自己从小就是农村长大的 所以呢 从小就明白留守儿童的心理 小时候就在想 长大了可以当一名老师 所以呢我就来到了这里 肯定放弃想过很多次了 但是呢 因为这种地方 也没有什么老师愿意来 所以呢 我也特别爱孩子们 所以我就留在那里 因为这学校里只有三个孩子 所以早上呢 我会起来打扫一袋卫生 等他们到学校来 然后呢 上午会给他们上上课 下午的话 带他们去做做体育游戏 然后呢唱唱歌画画画 放学之后如果时间还比较多的话呢 他们家长在外面上 山上面 电火 然后呢我就会带他们去跑跑步锻炼身体 因为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 外面呢都是一些老人家 所以呢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所以晚上呢我就会自己没事 自己学一下画画 然后看看书 困难呢 会有挺多困难的 但是呢 自己能克服的 我感觉都不叫困难吧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就是有一次那个清早啊 去年冬天比较冷 然后呢 早晨我骑得比较早 然后那天雾比较大 骑个车子 然后呢 那个山路很崎岖 在路上就不小心 在那个拐弯处碰到了一辆车子 然后呢 就撞到了 那次真的是特别印象深刻啊 然后自己一个人会觉得特别害怕 在这种支持的话 应该他们也不支持也不反对吧 就是不怎么理解我在这 以前一起学幼师的 有的在当幼师 还有一些呢 也在其他地方上班工作什么的 有时候看他们发朋友圈 还有他们跟我聊天 有时候会觉得 他们在外面上班的话 会觉得他们在外面 比较光鲜亮丽 比较深刻的 就是这里的孩子 有一个就是听力 听力不得 他会说 比较难受 教他的过程都会 会比较会比较难 他听不见 然后要辅导他会 就是要 要跟他大声喊 然后 要一个一个教 然后 就是 有的问题 要通过好多电影的教 好关心 就是说就觉得 真是 还是太能教了 但是还是要坚持 希望有更多的 更多的那个 那个 嗯 青年的教室 得来到山群西教吗 不希望这里都来不及 就是 就是 没有什么人愿意来吧 希望能 越来越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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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